今天AT国股推介第一只是旧仓置业1997 七一假期临近 加上本年度第二轮的电子消费券推出 本地大型收租股复苏憧憬增强 九仓置业的租赁业务收入 明年预料可以重返2018年高峰大概是86%的水平 星期六七一回归假期 加上7月16日起发放本年度第二轮的电子消费券 香港7月份零售销售值值得憧憬 事实上回估今年4月同样有复活节假期 然后在当月中发放本年度第一轮的电子消费券 结果6月初公布香港4月份的零售销售额 就是按年增长15% 超过市场预期的13.8% 并且是年升5个月的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早前发表报告预测 香港今年的零售销售额 将会增长15%至20% 而房地产商在内地的零售租金收入 亦都将会因为与疫情相关的限制消除而反弹 综合由接近两个月 劝商给予九仓的目标价 平均值50元 交九仓上星期的收市价40.2% 高出24% 不过现在市况波动 投资者不适宜急于进场 第一柱适宜等待九仓回到38.2级纳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35.6就适宜加注 年底前先看劝商目标价50元 只蝕位应该定在33元 另外推介投资者可以留意内银股 踏入7月份主要内银股将会陆续随正 七大内银股当中普遍有大约8厘的股息 投资者可以趁现在内银股由5月高位回调 选择吸纳自己心水的内银股 就可以等收高息 内银板块是港股投资者热门收息选择 不过要买内银股收息的话就要懂得选择时间 投资者要留意 有别于其他港股普遍半年派息一次 主要内银股的派息政策是每年只派息一次 即是如果错过今次的派息时机 就要等到明年才可以获得派息 7月份正是七大内银先后随正的日子 投资者如果趁机吸纳 可以先行收取2022年度的股息 并且维持长线持有等下一次的派息 随着预期内地当局的扶持经济政策出台 内银经营环境预料可以改善 内银的未来正利润率的压力缓解 在比较基数低和消费顺态 以及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复苏 税人预期大部分国内国有内银的收入和盈利增长 将会由第二季开始持续改善 选股方面五大国有内银股息率较高 业务亦相对稳定 而招商银行和邮柱银行就有稳定的派息 以及有较高的盈利增长机会 比较高的盐牌 悶,盈利增长机或计划 理增长机或投入 通常能交换 Febru 好了 ule页